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 就像开车在马路上一样 有时候这条路很直 你就直着走 看见这条路弯的 你就要弯着走 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或者翻进了沟里 你就要反思 你自己驾驶操作不当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很多人总是抱怨 怎么太多的挫折 哎呀这条路怎么走啊 所以人生对他来讲 就叫死路 那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人间外在的客观条件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孩子是你生出来的 今天对你这个样 你没有办法把他变回去 你只有改变自己 好好教育 唯一能让师父能够改变的 就是改变自己 有两位盲人 因为意见分歧 谁都不愿意罢休 结果吵到后来 两位盲人打架了 边上有一位朋友 很有智慧地说 我一句话可以让他们 马上停止打架 边上那个人说 哦 你这么有智慧啊 他说我念心经 好啊 那你试试看呢 那两个人 打得很厉害 结果这个佛友 就在他两个盲人边上说 我赌一下呢 我说那个拿刀的一定会赢 话刚讲完 两个盲人全跑了 听不懂啊 因为他们看不见 不知道谁是拿刀的 所以谁都害怕 谁都跑得快 所以人改变自己 就能改变社会 有些年轻人经常跟台长讲 哎呀 我天性耿直 心直口快 不好改 台长告诉你 天性耿直 心直口快 都不是缺点 可能是修行 很好的基础 只是你与不同的人 通沟通的话 你需要注意你 年轻人的态度和技巧啊 当你和老年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自尊 当你与男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面子 当你与女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他的情绪 当你与你的上级沟通 老板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尊严 当你与年轻人沟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他的执着 当你与孩子沟通的时候 希望你不要忘记他的天真啊 很多人一辈子 就是这个态度 所以第一个老公离婚了 我还是这样 我要找一个能够适合我的 你第二个还会离婚 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啊 所以不肯改变的人 处处奔弊 就是这个单位不要你的 到了另外一个单位 你还是被人家 Five 所以随顺因缘 因人而异 即可广结善缘啊 可广结善缘